今天给大家讲一部 机器小人为了帮助老大 实现全世界最厉害小偷的梦想 竟然对天上的月亮打起了主意的电影 在埃及的金字塔观光区 一群游客坐着大巴来到这里 他们纷纷拍照留恋 这其中有一个调皮的小孩 闯过了禁止线 冲透了维修的护栏上 脚一滑直接掉了下去 吓得众人默瞪口呆 小孩居然没有事 直接反弹了起来 这一幕被同行的游客拍了下来 而且金字塔像气球一样别了下去 原来金字塔早就被盗 这是个人工仿制的充气复制品 这则新闻播出以后 各国都开始了对自己的名顺古迹加强保护 比如埃法尔铁塔 长城等等 格鲁是出了名的坏蛋王 就连小孩的气球他都不放过 就更别提排队买东西了 这怎么能忍 他拔出冷冻枪 兔兔兔就把所有人给冻住了 得意的买走了本该属于别人的东西 在回去的路上 格鲁开着自己火箭式的跑车一路超车 可见 这祸平日里就是一个性格强势 见不得比别人强的人 邻居告诉他说 他家的狗爱谁出大小便 但格鲁却说 死狗就不会了 这可把邻居吓得不轻 刚准备吃早餐 就被三个卖饼干的小女孩给打断了 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打发走 刚拿到早餐 狗狗就直接联手带早餐一起咬入了嘴中 这狗也太凶残了吧 这时自己的搭档博士发来了视讯通话安慰格鲁 你别难过 其实我也失望至极 偷金字塔那人说他才是天下第一 其他的坏蛋在他眼里都是若吉 这直接触碰了格鲁的底线 他马上乘坐自己的独门机关 准备到地下室开会 途中还吩咐手下黄豆豆通知其他的黄豆豆 各层的黄豆豆互相传递 纷纷来到了底层大厅 格鲁当即开始了他的装逼表演 在过去一年里他已经盗取了自由女神像 还有艾弗尔铁塔 但这些都是纺制品 为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坏蛋王 格鲁开始了他的新计划 他还没有说是什么计划 一群黄豆豆就开始摩拳插掌 拿着武器准备开干 格鲁补充道 我们首先要依靠博士 其次我们还得去盗取缩小射线枪 比如他我们就能把任何东西缩小放入口袋中 告诉大家吧 我要偷的就是月亮 到了那一天我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超级坏蛋 博士打电话告诉他 这个工程花费太大 现在的资金根本就不够 他却说没事我去银行贷款 卖了一天饼干的三个孩子回到了孤儿院 因为销售业绩惨淡 又被院长狠批了一顿 还被惩罚洗完衣服才可以睡觉 好不容易回到宿舍的三人向天祷告 希望领养他们的人早点出现吧 他们已经收够了现在的生活 为了获得贷款 格鲁刚出门他的母亲就打电话来恭喜他 成功盗取了金字塔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打脸 寒暄一阵后才挂掉电话 真是气不打一出来 你看他停车的姿势就知道得有多生气 来到笨蛋银行的前台 服务员让他在角落里等待着 和他一起等待的还有另外一个坏蛋维克多 从他的行为来看 就是一个二流小偷 格鲁根本都不惜的理他 当格鲁见到银行行长以后 一咕噜把自己的整个计划告诉了行长 那么问题来了 行长要求他先把缩小枪给他看看 否则就不给他贷款 而之前的贷款如果还不还的话 行长就会像捏碎苹果一样 把他也捏碎 再说了 你现在已经老了 已经不如年轻的一代 比如门口那个维克多 他就是盗取金字塔的人 受尽屈辱的格鲁只能灰溜溜的离开 看到讨厌的维克多 格鲁还不忘给他来一枪射线冷冻 说到这个缩小枪也是厉害 瞬间就连把一头大象变得玩具大小 就在这时 小黄人从天花板开了一个孔 取走了缩小枪 这也太容易了 有的是堂囊补缠黄雀在后 昨天被欺负的维克多 从他的飞机顶也开了一个孔 用同样的办法偷走了缩小枪 双方当即就追据了起来 这维克多也是厉害 各种炮弹对他都无济于事 就在格鲁准备用炮精准打击的时候 维克多拿着缩小枪对准了他们 这下舒服了 飞机各种收缩 最后格鲁只能骑着飞机回去了 为了找回缩小枪 格鲁顺腾摸瓜来到了维克多的基地 这货的高端武器可真不少 任凭格鲁使劲浑身解数 都被维克多敲敲键盘就解决了 什么鲨鱼 剑锯 拳击手套等等 轮番上阵 最后还被一堆武器打到个黑不溜秋 无计可施的格鲁发现 三个卖饼干的小孩 轻轻敲开了维克多的大门 聪明的格鲁马上心生一技 找到了进入维克多基地的办法 他首先来到孤儿院 通过小黄人伪造的个人资料 成功获得了院长的信任 听到有人来收养自己 三个小孩高兴得不得了 各自提着行李来到院长办公室 就这样 三个单纯的小孩被格鲁开着车子带走了 好奇的妹妹 差点被带车的盒子给戳没了 格鲁赶紧给他们定下来一系列的规矩 就这样离开了 格鲁前脚刚走 三个顽皮的孩子就开始了他们的花式调皮 妹妹无意中打开了格鲁的传送机关 好奇的三人坐着机关来到了地下室 此时的格鲁正在检查博士研究的饼干机器人 突然现身的三个孩子搞得格鲁有些措手不及 为了安抚他们 格鲁派自己的手下陪杀个孩子玩耍 这可太好了 他们开始了疯狂的一天 黄豆豆玩汽水 黄豆豆做按摩椅等等 最后他们还去KTV唱歌 当格鲁回来的时候 整个卧室也被他们搞得一团糟 几经安抚 这几个熊孩子终于睡下了 隔天就连实施自己窃取缩小枪的计划了 可挣到了时间 孩子们却要求 先带他们去上舞蹈课 否则就不会去卖饼干 拗不够的格鲁 只能先把他们带去培训班 好不容易结束后 格鲁带着他们来到了维克多基地 三个孩子顺利把机器饼干带了进去 趁着维克多在付款的时候 格鲁远程操控饼干机器人 溜进了存放缩小枪的地方 并且从墙上开了一个孔 把格鲁带了进去 也许是程序出错 饼干机器人把出口给封死了 他们只能从通风口来到大厅 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后 最终从维克多的眼皮下溜了出去 要说格鲁也不是太坏 在孩子们的哀求下 他居然还真带着孩子们去了游乐场玩耍 差点没有把自己搞得吐出来 为了让妹妹获得游戏的奖品 但是游戏机老板耍赖 明明打中了认识不给奖品 生气的格鲁用多角火焰枪 直接炸了游戏机 吓得老板赶紧送他们奖品 玩得不亦乐乎的几人刚回家 博士就找上了格鲁 他很生气格鲁最近的表现 还有12天月亮就是离地球最近的时候 格鲁这才回个神来 他赶紧视频联系银行行长 向他展示了缩小厂长强大威力 并且再次把整个计划复述了一遍 但是银行还是决定不给他们贷款 根本原因是因为行长不看好格鲁 他认为他太老了 这让格鲁联想到 这就像自己小的时候不受父母认可一样 他瞬间明白了一切 格鲁诚实地把现在的情况告诉了所有的黄豆豆 他们必须另谋出路了 在一旁的三个孩子也听在心里 丸子头把自己的储钱罐交给了格鲁 在他的引导下 黄豆豆也开始了自助捐款 用于火箭的制造 这让格鲁从事信心 他们继续研发 这期间 妇女之间的关系也是日渐融洽 格鲁看上去不是一个神偷 而是一个来棒 之所以行长拒绝格鲁 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 他的儿子正是维克多 他向维克多透露了缩小枪被盗的事实 由于格鲁对孩子分心太多 每天还得哄孩子们睡觉 甚至为了孩子的表演 他准备修改火箭发射的最佳日期 这让博士很不爽 他背着格鲁电话通知了孤儿院的院长 说自己要把三个孩子退回去 因为孩子们的离开格鲁很失落 但生活还得继续 很快就到了火箭发射的日子 就在格鲁出发之前 黄兜兜把表演的门票塞进了他的裤兜里 刚准备起飞 维克多就赶来了这里 他用章鱼武器贴在了飞船上 自己直接跳到了飞船的玻璃上 结果却被飞船的电流电了下来 排除一切困难的格鲁来到了月球附近 他用缩小枪对准月亮发射 随着一阵光束 月球越来越小 变得只有乒乓球那小 格鲁成功获得了月亮 此时 裤兜里的门票在失重状态下飘了起来 他看看时间也许还赶得上 于是开着飞船就往回赶 而博士这边 之前被缩小的黄兜兜 突然变回了原来的大小 这就是说 这个缩小枪是有时效性的 一段时间后 他们会变回原来的大小 博士准备通知格鲁 可惜格鲁根本就没有收到 格鲁好不容易把飞船停在了剧院门口 却被工作人员告知 演出已经结束了 自责的他在椅子上 看到了贴有自己名字的字条 当他翻过字条背面一看 上面是维克多给他的留言 让他用月亮来教化孩子们 惊奇如焚的格鲁 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维克多基地 后语要挟 格鲁交出了月亮 但是维克多还是不愿意交出孩子 这可激怒了格鲁 他一拳下去直接打坏了显示屏 此时的他犹如神力加持 根本不顾及个人安危 当火箭弹向他冲来的时候 他直接一个跳跃 火箭弹居然帮他炸开了大门 连鲨鱼也是一拳就被格鲁打趴下了 维克多见情况不对 开着飞行器就开溜 格鲁趁机追了上去 还好赶来着博士接住了他 博士告诉他 这个缩水枪会根据物体的大小 而决定恢复的时间 由于月亮太大 所以很快就会恢复了 不知道情况的维克多还在继续逃跑 结果被变大的月亮直接敲晕了过去 同时也敲碎了关押孩子们的玻璃球 博士向飞船发射了武器 成功拉开了一个出口 妹妹和丸子头率先跳了下来 正当姐姐要跳的时候 就被维克多给抓住了 脚一划 姐姐被吊在了一个钢绳上 格鲁爬了过去 由于重力的原因 钢绳断掉了 两人就这样吊了下去 还好被一群黄豆豆连接起来的人所拉了回来 而刚站起来的维克多 就被变大的月亮直接给带到了外太空 看样子以后他就只能在月球上生活了 回到家 格鲁又开始了他一如既往的讲故事日常 他还特意帮三个孩子举办了一场文艺演出 就这样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在了一起 本篇故事情节已经全程无死角的被我讲完了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看到这里 所以我